短期我觉得影响不大 一是因为最近随着国内疫情的放开 以及美国开始放缓加息 人民币已经大幅的升值了 现在已经破期了 可是现在毕竟还是在美国的加息紧缩 以及我们的宽松周期里面 所以说短期再大幅的人民币升值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 二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 整个债的比例是大约2.7% 这是去年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到了3.2% 现在数据还没有 应该还会继续提高 不过总体来说 比例应该还是低于5%的 还不算高 离威胁美元甚至欧元这些还很远 同时我们国家对外贸易的商品里面 有大约15%是人民币结算的 这个也不高 沙特的货币 大家看和美元是挂钩的 他们有430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 石油出口给中国 去年是450亿美金 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贸易 是有260亿美金的顺差 所以说不可能全部和我们都是人民币结算 就算石油对我们是全部人民币结算的话 也只是把我们对外贸易的15% 提高到16%的人民币结算比例 从这个意义上说 目前我们和沙特都没法摆脱美元 但是这个趋势长期来看人民币我觉得会坚挺的 升值或者至少不至于大幅贬值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 这是因为第一我们一直是贸易顺差的 在今年很多传统贸易顺差的国家 比方说像日本德国都变成贸易利差的情况下 我们的贸易顺差还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第二除了刚宣布的海湾国家和我们尤其用人民币结算外 大家应该还记得上合组织的成员里面 俄罗斯跟我们天然气一半都是人民币结算了 伊朗这边未来25年和我们国家人民币都是结算石油的 所以说最近爆出来的我们的央行也在大量的把美元换成黄金 今年1到9月的购买量是1967年以来最大的单年购买量 看起来这个趋势就是我们今年要开始加速的去美元化了 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逐渐的提高 所以说我不认为长期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出现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今年这么大规模的去美元化 美国肯定是不舒服的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们怎么出牌吧 我们去听的时候 我们来看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喝一下 我们来看我们到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山顶跟我们们去看山顶 我们去看山顶 感谢观看